好 所以呢 This Manhattan best clothing designer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曼哈顿为基础的 以曼哈顿这个地方为基础的 这一位clothing designer 这一位服装的设计师呢 他became famous 他为什么会变有名 其实有一个时机 这个时机就是Wayne 当时候啊 当时候呢 Wayne Michelle Obama 这个我们的Michelle Obama 这个第一位夫人 第一夫人呢 她呢started to wear 她开始去穿上了 她的dresses 穿上她的服装设计 她的设计的服装 Are many important occasions 其实要感谢这位第一夫人 因为她在许多 Are many important occasions 在许多重要的场合里头 她都选择穿我们台湾设计师 吴季刚的衣服 那透过这些场合的媒体 曝光之下 大家才发现 这个细节 我这个衣服到底是谁做的 很多人就开始去追踪 去了解 才让她的名声大造 所以呢 时机点就是 When Michelle Obama Started to wear the dresses On many important occasions Michelle呢 Obama 她开始穿着重要场合 在穿着她的衣服 所以让她 Became family 让她变得很有名 Everytime Everytime翻译成 每当 她可以等于whenever 好 各位帮自己换上去哦 Everytime 等于whenever 她是连接词 好 所以每当呢 The first lady 就是我们第一夫人哦 她呢 Show up 她出现的时候 她身上一定会印 Who's elegant dress 她一定身上会选择穿 这个印翻成穿 她会穿着 无济缸的 Elegant 优雅 典雅的这个服装 所以呢 People People就会感到 Feel amazed by her beauty 很多人呢 就会逼动词 加PP 这里翻译成感受 很多人就感到惊讶 被什么东西感到惊讶 被她的美貌 被那个整体的感觉 所感到惊艳 因此呢 Luz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Wuz's design have became a big hit around the world 也因为这样啊 所以呢 有一件事情 并没有让人觉得惊讶 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无的设计 无济缸的design 它的设计理念 已经呢 Become 已经变成了一个big hit 变成一个很大的热门 big hit 就是大成功 大热门 around the world 它的这个东西 变成大热门 席卷全世界 已经一点都 不让人觉得惊讶了 好 所以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it是虚主词 真正主词 从that 一直到最后 从that一直到最后 是真正主词哦 所以呢 它的设计 It's not surprising 一点都不会让我们觉得惊讶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它是有实力的 Just like 这个like是介细词哦 就好像 就如同 就好像它的设计一样 吴季刚的人格 性质跟素养 也非常的棒 所以它的衣服很棒 也是因为它的内在很棒 所以才把它呈现出来哦 就好像它的设计一样哦 Wuz's personality 吴的性格 吴的人品呢 It's also worth 怎么样 Be worth 这是我们高二上的片语 B动词加上worth 后面加ing 表示值得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吴季刚的personality 吴季刚的人格 人品 性格 It's also worth 一样也是值得我们 后面加ing 值得我们mentioning 值得我们去提它 值得我们去把它放大来看 mention 值得提及哦 因为 He is a humble person 就算他的服装很大 受欢迎了 他的名牌 他的名声 他的牌子 设计的品牌 也非常的 名声大照 但他仍然非常的谦虚 他还是一个 humble person He has devoted himself to improving his design skill all the time 就算他有名了 他还是一直不断的 他还是一直不断的 has后面加PP 他还是一直不断的devoted 不断的在奉献 致力于他自己 给呢 to improving 不断的去精进 improve 不断的去改进 他自己的design skill 他的设计技巧 all the time 他一直不断的去做创新 好那这个橘色的地方 我们刚刚才看过 devote是致力 或奉献 他就不断的致力自己 奉献自己 给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给是介细词 后面加ing 所以这里的 improving 才会加上ing 他不断的让自己 去做精进 好所以他才会这么红 我们来看看 最后的conclusion 结论咯 所以learn is a famous quotation shared by many successful people follow you please any universe will open the door for you where there were only walls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句话其实你可以 很值得你写在你的桌面上 提醒自己 我们人在阶段 人生阶段当中 一定都会有遇到